每年的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 在美国这是个重大的节日 就像在中国的春节一样 可现在许多中国人也开始在乎这个日子 他们不是为了过节 而是要注重于感恩的意义 今天就是美国的感恩节 我就说到了有关感恩的这个段子 是这样说的 题目叫做做人的九大底线 哪九大底线呢 是这样的 第一可以忍受贫穷 但不能背叛人格 第二可以追求财富 但不能挥霍无度 第三可以发表旗舰 但不能拨弄是非 第四可以不做善人 但不能为非做歹 第五可以不做君子 但不能去做小人 第六可以容忍邋遢 但不能容忍颓废 第七可以没有学位 但不能没有品位 第八可以风流倜傥 但不能荒淫无耻 第九可以不说感谢 但不能不懂感恩 最后一会儿才能够